阿公阿嬤們發揮創意巧思 一隻隻可愛討喜的綿羊公仔 就大功告成了 大家也在鏡頭前 開心的展示出他們的得意作品 氣氛相當熱絡 很高興啊 因為 走路才會有這個 實際上我六到小孩 很新鮮 老大人沒做什麼 比小孩很開心 不行啦 吃老家在做啦 裡面有包男保素質的 一個保利龍球 然後讓這些長輩 把這個保利龍球包起來 然後塑形 有臉的部分 還有身體 讓他們依自己的想法 還有自己的感覺 把它表現出各種不同的樣貌 成立多年的殺戮社區 不論是社區守股隊 或是銀髮族半日託服務等 展現出來的成果 總是廣受各界好評 而今年社區也聯合鄰近的 福星 西市以及新安社區 共同組成七件社區聯盟 期盼能以母雞帶小雞的方式 帶領社區協會一同交流成長 那接下來呢 我們其他社區也會陸續的 在四月 五月 六月也會陸續的舉辦 各社區的一個健康日的一個活動 也會讓我們其他三個社區 也會過去觀摩 相信說這一點裡面 我們四個社區的結盟 會讓四個社區的長輩跟志工 大家更有成長的機會 社區也表示 未來也將依序前往其餘三個社區 進行實地參訪 彼此相互交流 從中也可擴大長輩們的生活圈 讓他們的老年生活 可以更多財多姿 記者陳柏翰 台中採訪報導